嗨大家好 你好 好同意哦 好同意的回答 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我最近有一些东西是 当你第一天用完它之后 你就觉得我之后一定会一直去用它 话不多说 直接拿出好东西 是这个 我跟你们 所有人都 推荐过 推荐过 给你也推荐过对不对 我也推荐你去买 他把我称坏的 他是一个内衣 但是为什么他值得我直接拿出来说呢 首先是他够便宜 他只要四十几块钱 好像还是三十几块钱 我在那个微信的那个团购里面买的 其次是 他说他是无痕内衣 他真的无痕 我那天已经办公室 我穿了一件稍微有一点点紧的 其实我就说 你们看 你们看 一点点那个bra的带着的印子都看不到 每天就只穿这个内衣 所以我等于是又回购了 现在身上穿了一服 这个是我回购的 然后你看我今天这个也是 你看我背后 我把踢的拉得紧一点 就属于你完全看不出这个内衣的印子 啊 你没穿内衣 啊 那个戴行票的胸型很好啊 然后这个内衣呢 一个是他无痕 一个是他便宜 一个是他不勒 就他里面是没有钢圈的 一体式的 完全不会勒 然后他这个胸垫是可以拆出来的 他这个下面还做点点的那种 拖度啊 就是为了让你不碰杯 因为这个好像主要是 针对胸偏小的女孩做的 然后这个内衣 就属于我把它扔到那一席袋 然后扔洗机 随便洗 扔到烘干机 随便红 就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穿 我现在有一些T恤啊 背心啊什么的 稍微紧一点 我都会选择穿它 真的穿上它第一天 我就爱上它 下一个东西是 最近问的人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人对于我这个发型 就是这有一个究章了 然后最近基本上是用这个发圈会比较多 就是这个针丝大肠发圈 这个就是张晓辉女士 说这个是他的什么头发枕头 一开始我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贵 然后后来我发现网络出了很多 大家不能说山寨吧 就是这个头像品类的 但是价格便宜很多的东西 我买了那么多颜色 这两个其实是之前为了配合一些衣服穿的 然后我自己主要用的是黑色的 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墨绿的会用的比较多 我之前一直没有买它 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稍微有点高 一个是我觉得未经有很多的发圈了 我为什么要再多余再去买一个那么贵的发圈 扭上它之后你真的发现它真的不一样 一个是你把头发扎起来 再散开 那个头发会呈现出一个相对好看一些的纹理 一个是我第一次带上它之后坐车 当你的这个头往 扎到后面靠的时候 觉得它真的像一个枕头一样 就你靠下去的时候是软的 你要试试吗 你挑个颜色吧 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今天的衣服搭配给你一本色的 它真的好像成头一样 但是我的头发没有多傻就是了 没事你可以现在找个地方靠一靠 舒服 你太想脱了 真的舒服 我每次坐车之前都会把头发拆掉 然后要到目的地上再重新扎起来 戴谁弄吗 会过 而且这个你在用它绑头发的时候 那种对头发的牵拉感拉扯感 你会觉得好很多 它这个绕三圈穿前面头你不会觉得疤 不是的 我用它扎头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头发被拉扯到 下一个是我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用的 这个鼓传导的耳机 它叫 小音 手音 你那么熟啊这个耳机 这个叫定向传导 就是靠空 也是靠空气为媒介 但是因为它离你的耳骨比较近 耳骨也能传一定的声音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靠空气 这个耳机呢是这样的 我一开始是从这个我们姐姐妹妹停的里知道 然后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鼓传的耳机 我知道因为别人跟他说话 他要听到别人说话是吗 不是 因为停这些耳朵就是出问题了 但是呢他要上班 他就会解决了 所以就换了也不用擦进去的 哦是这样 是 然后呢我一开始买这个耳机 我一开始买了一副白的 送给了我们唐老师做生日礼物 然后我这个耳机送给他之后呢 他也很喜欢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我之前一直是带那个AirPods 我这耳机主要是在家里用 不是出门用的 在AirPods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一个是我耳朵里面 如果C耳机C9的我耳朵疼 很难受 一个是别人跟我说话我听不见 因为我在家里面 如果我需要看个剧啊 或者我需要就是 跟泽平对一下视频的话 我都带耳机看 然后这个时候旁边 如果有跟我说吃饭了 我就什么都听不见 哪怕我把那个教教宫关掉 我也听不到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这种耳机 首先是他对耳朵 真的没有什么压迫 我带这种耳机 基本上要带 带一整天下来 我才会觉得我的这个 就是小软骨骨 会有一点点疼 我在看剧的时候 听歌的时候 非常的清楚 人人跟我说话 我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就是办公生活两部 因为它没有任何降噪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降噪的 然后音质特别好的 能听音乐有层次的 你就需要找一些别的 效果只需要满足 基本的这个看剧听音乐的需求就可以了 下一个是防晒产品 这是我今年先给徐滨买了一顶帽子 我用完之后觉得 我自己也要来一顶 因为它真的寒顶 你看它看上去是平平无奇的一顶帽子 但是首先你看 它这里是有密密麻麻这种吐气口的 它这一层就做得很薄 一个是它这里有一个 对大家都知道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把脖子护住的 效果是属于我头比较小 但是徐滨的头非常非常有大 没有那么大 徐滨头很大 它很难买到一般的帽子 这个帽子呢 这儿是可以收的 等于是它的大小是你自己调节的 你像我这种小脑袋可以戴 像徐滨那种大脑袋也可以戴 它的防晒效果 真的比一般的那些帽子要更好 就是我用完它之后 我的脸部跟颈部 很少在有被晒坏的那种时候 你有什么头有60 你可以自己把这个绳子给放出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把后面那个绳子再放一放就可以了 感觉可以遮阳 可以的 但其实你后面这个头发这么散着 已经挺遮阳的 我觉得 那就应该是这么带 采茶 求一个脸 养蜂人 这就是那个科伦比亚的 他们家是我今年冬天先穿到了 他们家的那个抓绒呢 那个衣服 我才发现那么薄的衣服可以做的那么薄暖又轻便 然后身上还有很多兜 我一下子对这个品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现在如果需要我在太阳底下站超过10分钟 我就会戴这个帽子 但是它可以这样卷起来 哇很厉害 就很软很轻便 就一个链接 我想发给你们 可以用那个诶 用那个增丝发全满很重 你倒是用 对吧 诶 让他头伤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就是他都收起来了 真是什么 最后这个东西是 我今年夏天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靠他度过的 是护肤品 李富泉的B5 Pro面膜和李富泉的这个 B5家 你看我这儿写了开封日期2024年6月 真的是从入夏就开始用 因为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今年这个脸 就是有几次偶然的 比如说晒到了太阳 或者是不知道接触到了什么东西 粉尘之类的 就是这个脸就不太平 但是我说实话 我并没有用出B5面膜和B5 Pro面膜之间的区别 但是B5 Pro面膜的敷感 确实是更好 这个面膜真是我有一次 我忘了是干什么的 就是脸红 热 难受 你用完它之后 你就感觉消掉50% 就是感觉整个脸稍微就是活过来一点了 反正呢 这个面霜我以前啊 对这个面霜印象一直是敷感不好 但是我觉得它就应该敷感不好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厚 非常非常的润 非常的油 它是油到连我一个干皮 我都觉得它太油了 但是它真的能保护你 这个很好笑 它需要那种封闭性 它需要那个封闭性 它需要那个封闭性 你说你接我他们家广子是吗 我没有接我 你没有接到 我没有接到 我没有接到他们家很多年 我最开始是我们之前一同事 推荐给我用的 然后她 你还淘广子吗 对 那位女士已经不在 她推荐给我用之后呢 她没有告诉我怎么用 她说这个很好用 你买吧 我就买回去 我就一直就是这样把它涂开 但是没有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厚涂的 我不知道我把它当面霜随便涂 所以就根本没有用 这个面霜我个人用下来 我觉得是首先是你哪里有问题 你就把它敷到哪里 他说它是面霜 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面霜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睡眠面膜来用 等于是你厚敷它 其实薄薄的敷就已经够够的了 你这个很好涂 你会觉得 就我突然之后觉得它是滑滑的那种 但是你等它吸收之后 那个油啊 那是真的油 但是我作为一个会抿的干皮 我对它的油我毫无怨言 我完全接受 这个就是好用了 这个真的是 这个就是为你刷酸 然后刷酸 然后你有那种掉皮啊 或者什么的话 立刻读这个 你真的没有接到他们家广字吗 你很了解 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 BRIVE拿到了 但没有接到 快点李富全 李富全这回我买了他们家的喷雾 买了他们家的呼吸水 买了面膜买了面霜 等于是一套基本上都买了 用下来我个人认为 最值得入手的是面膜和面霜 如果你只有一份预算的话 我觉得入面霜 真的用完第一次就觉得 我的脸 看来是要靠它 我脚筋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我的衣服 大家看我的裙子 阿娜 来做些模特的姿势 脚筋往前身子 感觉可以Cosplay双脸 还有照顾 还有照电视器的 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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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在评论区 告诉大家我的 这个衣服和裙子在哪里买 我现在忘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拜拜